大家好,我是姬惠鸣 我是黄桂芳 欢迎收看《岳家新语》第二季 怎么认识的 我们从小就在一起 他从上海考到阴影学院 我从天津考到阴影学院 当时在福中都认识了 中学那天要禁止恋爱 大学以后就可以了 追求黄老师 我当时还是个班长 各个方面都关心关心他 日久天长了 可能这种感觉 对,因为当时也是有好多什么演出 有些宣传的东西 他比较关注 然后关于跟我有关系的 反正就会把它剪接下来 然后通过各种方式 然后递到我手上这样的 怎样表白的 那阵我胆小 交于我小兄弟 递了一小纸条 慢慢等消息 过了有段时间 两个人可能会谈论那件事了 快毕业的时候 差不多 我们对大家同学这么多年自然就在一起 我迪迪俱乐在这方面 在专业方面 我确实一路来我真的很欣赏 因为他自己对自己的这个专业很敬业 他这种成就的话 都是跟平时在家里边练琴是分不开的 几乎每天都会要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拿琴 在生活上 他也是很乐意帮助别人的 那么家里也是有很多付出很多 那么在工作上他也是很认真 因为他拉琴几十年了 那么乐队经验也是非常丰富 那么也经常会协助首席啊 声部啊 然后提醒做些事情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 对 如果谁要有什么困难 需要他帮助的话 他一定是鼎力相助的 这个说实话 本老说实话 在一个团的好处当然很多 我们可以一起上班一起下班 关于音乐方面 我们可以不断的探讨什么的 你能从对方的思路当中 你会学到很多东西 当然有的时候也会有些争议了 那么最后大家会达成一个共识 反正我们在公司就是基本上就是同事 到了下班就是夫妻 接下来也是在未来的几年当中 把我这些个乐队的一些经验啊 教学方面那些经验呢 传递给学生 能够帮助到同事的地方呢 也可以把这种信息传递给这些好 我希望在未来的几年当中啊 在学生当中普及一下三弦 因为三弦是这件冷门的乐器 在新加坡大家很少能看到 作为我搞了几十年三弦的专业的人士来说 普及是比较需要的 哇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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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